我終於下船了 然後民宿的老闆也來接我們 就是幫我們在行李跟車子接我們去到民宿 其實不然民宿從那邊到這邊其實也不遠啦 我已經到我這次訂的民宿了 這間民宿叫做編城民宿 那我會訂這間原因是因為其實是偶然看到啦 這間民宿的景色其實還蠻不錯的 帶大家來看一下房間 你看我自己一個人 這麼大的一間房間耶 雙人床 小型衣櫃 然後電視也有 重點是看出去的這片風景 真的是太棒了 大家可能看不到你的反光 我轉鏡頭給大家看一下 你們有沒有看到這片風景超值得耶 這是可以看到中柱港 這邊 這艘船是我剛剛搭來的 台馬之星 待會他就要回機囉 這是超級值得耶 而且這樣一個晚上才一千七而已 所以其實是 非常非常非常划算的 因為這邊沒有背包客棧 那以這個價格來說的話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OK 房間裡面都應有盡有 該有的都有 最主要是我真的是 但是 好喜歡這片view喔 這真的是 太棒了 那我剛剛有看到民宿老闆 租了機車 那 接下來我們就來去探索 國之北江東引島吧 好了 租完機車了 看機車的配方 接下來就是下半天 那我們等下去的地方呢 是國之北江 還有一線天以及獵女一刻 國之北江的顧名思義 就是台灣領土的最北端 剛才我們剛剛騎著騎著 在跨越這個 那個 兩座島之間的這個堤房 所以看到這風景還蠻漂亮的 有沒有看到 後面這邊 待會我們會騎這邊 這邊騎過去 然後呢 對面這個山頭的那邊 那邊 就是國之北江 所以呢 等一下我們會騎 有一小段距離 然後我們來去看看這種 不是冬天的馬祖 但其實很像冬天 冷冷 因為畢竟我穿短褲 好 我們接下來去看看囉 中駐體的中間呢 有一個感恩亭 那畢竟馬祖以前是軍事戰地嘛 所以南面都會有一些標語 比如說後面那個親切自然 然後另外一邊的奉獻犧牲 就是呢 跟金門一樣 一曲同工之妙 就是會有一些 跟戰地相關的標語 以及設備這樣子 那我們剛剛呢 在這邊 後面那邊 後面那邊是東銀島 另外一邊 是西銀島 所以原本這兩個島是分開的 所以 你看 它是蓋了這個堤房 將兩座島嶼銜接 不然原本這兩座島呢 你要連接的話 想要通過的話 你必須要等退草的時候 你才能夠連接這兩座島嶼 但後來呢 就建了中間這個堤房呢 讓大家可以 不用再涉水而過 或是等退草才可以過 就是 Anytime 任何時候 都可以連接這兩座島 那既然中間有個感恩庭 那他感恩的是誰呢 當然就是我們的 蔣經國總統先生 是的 蔣總統 因為馬祖其實離中國大陸非常近 所以算是 這是前線一級的戰區 看一下 海風超大 我真的開始擔心馬祖天氣了 雖然說現在老天爺 給了我一個好天氣 今天還沒有下雨 但是我還是很擔心 等一下會下雨 下雨天的話拍攝可能就會有 那這邊呢 基本上你不會看到有什麼沙灘 都是這些是什麼 礁石礁岩 那我們就走旁邊下去 那我們就走旁邊下去 我看到前面有一個石頭 我看到前面有一個石頭 上面有寫了四個字 這四個字呢 這四個字呢 是中流砥柱 中柱港 中柱港 那我們就繼續往前 去尋找我們的目的地 國之北江 好我車停好了 那必須要再走一小段的步道 才能夠到國之北江 其實可能是因為現在是中午時間啦 所以剛剛跟我搭同一艘船到東癮的其他遊客呢 都在吃飯 那我呢 就反其道噁心 我就想說 那我就先來跑景點 我先來這些景點 比較沒有人 那等一下下午肚子餓了 再去吃東西 看到這種 疑似獨立的感覺 一個人都沒有 只有我 然後 旁邊是一些 軍事設備 畢竟 這裡還算是 一級的 第一線的 呃 軍事重地 雖然真的看到很多設備 所以啊 馬祖的話 不要飛空拍喔 畢竟還是有一些軍事設備 大家要好好的遵守規定 大家要好好的遵守規定 這邊 這邊都是一些 山谷 壯觀的山谷 台灣最南邊的領土 東沙環礁不容易去 那所以呢我就來到台灣最北端的領土 馬祖的國之北疆 終於到了 終於到了 我現在就是站在台灣領土的最北端 那地上還有這個 精緯度 大家都去最南什麼 台灣最南點啊 台灣本島最南點什麼的 沒有我們就開玩笑 我直接說走就走 我就直接來到台灣最北端的領土 國之北疆 而且這個時候來又沒有人 想要怎麼拍就怎麼拍 完全沒有人擋悟 而且不然的話很多人還要排隊 對不對 其實這裡不算是台灣最北端的領土 我們看到後面有一個 小小的島嶼 那邊其實才是台灣本島 不是台灣本島 那邊其實才是台灣最北端的領土 但因為我們上不去嘛 那現在可以站的地方就是只有這邊而已 對這邊就足以足以 我此生有來踏過台灣最北端的領土 已經足夠了 在國之北疆的 在北方一點點呢 就是那個小的礁石 那個礁石叫做北固礁喔 就是那才是真正台灣領土的最北端 但我們人能夠踏上的呢 就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這一塊 國之北疆的石碑這邊 好棒喔 好喜歡這裡喔 來到這種疑似獨立的地方 又踏上台灣最北端的領土 其實我很特別講不出來的感動 就是靠了雙腳去走遍台灣每個地方 好啦 那我們就跟國之北疆說再見 然後我們來去下一個地方 來看看還有哪些地方 可以來去探索的吧 我剛剛看到一個看板 那些水下文化資產 蘇布倫號 它是英國造的一艘船 然後 它在航行阿祖這邊的時候呢 就是觸礁 但是人員有獲救啦 觸礁之後船就沉到水裡面 那因為這件事之後呢 所以才蓋了東銀島燈塔 東銀燈塔 等一下我們會去看 那它就是 它推測它的沉船 觸礁點就是在那個北固礁那邊 但是因為它是水下文化資產 所以我們也看不到 那我覺得好酷喔 你看 還有照片 就是像很多海生館不是都會做一些 模擬沉船的那個 那個設備嗎 但這個是真實的 沉船耶 只是我們看不到而已 但這個沉船的遺址阿 的確對 當時就是造船阿 航運史貿易史有 還蠻重要的研究價值 所以文化部 文化資產局呢 就把它列策 當作一個潛力的一個點 當作一個潛力的一個點 是 是 是